大家好,今天继续为大家来读《孙子兵法》纪篇中的《鬼道》,原文,利而幼之,乱而取之,时而被之,强而避之。 利而幼之的意思就是,利用对方贪力用利益诱惑他。 乱而取之的意思就是,利用对方混乱就趁机攻取他。 时而被之就是,对方实力强大就要做足准备以应对。 强而避之就是,如果敌人强大的话,我们要避开。 不要轻举妄动,不要去随便进攻对方避免损失。 乱而取之的意思是利用敌方的混乱来取得胜利。 利而幼之乱而取之的故事,突发怒坛继承南梁王位时,正是后勤的强盛时期。 勤王遥兴出征突发怒坛,将内部的牛羊全部驱赶到野外。 放任牲畜四处散落,导致秦军纵容强烈。 秦军得到了好处,却没有整顿行列。 怒坛变暗中分开十个将领。 突然袭击秦军,大败秦军,斩首七千余计。 这就是利用敌方混乱而取得胜利的意义。 杜牧说,敌方一旦陷入混乱,就可以成绩而取胜。 古代传说中说,利用敌方的薄弱和混乱。 取得胜利,这是武将的善于应对之道。 贾林说,我们可以利用奸诈的手段使敌方陷入混乱,然后趁机取胜。 例如基辅之战,吴国击败七国联军,对楚国取得上风。 乱而取之的战术是利用敌人的混乱状态来取得胜利。 在吴王辽和公子光的联合军队面对七国联军时,他们采用了这样的战术来迅速击溃胡国、沈国和陈国。 首先,吴王辽派遣三千罪犯进攻这三个国家的阵地。 虽然这些罪犯战斗力较弱,但吴王辽的目的并不是依靠他们击败敌国,而是又使敌国军队混乱,从而为吴军创造出攻击的机会。 接着,吴军在三国混乱之际迅速发动进攻,吴王辽领中军,公子光领右军, 公子掩余领左军,合力攻击三国。 吴军击溃了敌军,俘虏了胡国,沈国的国军以及陈国的代父夏孽,同时还俘虏了大量士兵。 随后,吴军继续执行公子光的战略,释放俘虏引诱敌国士兵逃亡到其他国家的阵地上。 同时,吴军大摇大摆的行军,给其他国家的军队施加巨大压力。 在胡国、沈国、陈国相继被击败后,其他国家也不敢与吴国交战, 最终溃逃。 这样的战术有效地利用了敌方的混乱状态,迅速击溃了七国联军,为吴国赢得了基辅之战的胜利, 巩固了吴国在淮河流域的控制地位,并对楚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 这就是利用对方混乱而取胜的例子。 总之,说敌方混乱后采取胜的说法是错误的。 春秋中所说的取胜,是只取得胜利的机会容易而言。 比如,鲁国攻取失诚就是一个例子。 时而被之,强而必之。 度佑住戒教,比府库充实。 士族瑞胜,则当退避以此其虚泻,观辨而应之。 梅姚辰曰,比强,则我当必其瑞。 王熙曰,敌兵精锐,我是寡弱,则需退避。 人们往往有一个误区,认为行动才会有机会。 却忘了事情往往有另外一面,叫行动必须付出代价。 就像我们常常说的那句话,叫不作死则不会死。 孙子兵法一开篇就说兵者,国之大事,死生之地。 存亡之道,一动作就是生死存亡。 不仅仅是战士们的生死存亡, 而且是国家的生死存亡,所以一定要慎之又慎。 当然,我们在企业经营当中, 更多的是公司的战略和决策,不要随便地发生变化。 但作为执行层而言,你必须行动才会拿到结果。 这是两个维度思考问题的方式。 第二个观点叫慎可知而不可为,查看敌我的情况。 假如你知道自己没有胜算,那你就不要去打。 你上了战场再想去取取胜,那是不可为的事情啊。 那是不应该去思考的一个事情,因为敌人也是身经百战的。 我们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赢的。 再说何况别人喊的口号未必比我们少。 第三个叫不要百战百胜,要一战而定。 打来打去没什么结果,还接着打,白白流血。 牺牲白白,浪费粮食,那是违将之罪,要看准机会。 文准狠一战而定,解决问题。 这才是高明的将领要去思考的。 所以当敌方十而强,那我们一定要防备避战。 第二呢,要有耐心去忍耐。 第三,要有外交协调的能力。 第四,要刺起虚心。 等他犯错,等他放松,让他失误。 正如李世明所说的,叫多方一物啊,他说所有的战法。 无非也就是四个字,叫多方一物,让对方犯错误。 第五个,要看准机会,一鼓作气。 最典型的战力就是女盟去打关羽。 关羽在荆州禀抢马撞,百战百胜。 他甚至呢,收服了一个卫军猛将宁静。 北方很多反叛曹操的民间武装,都响应关羽。 受他遥控,关羽威震滑下,以至于曹操都想迁都啊。 把那个京都都迁到许昌去,曹操就有个大臣建议他。 叫荆州既然那么强大,不如就送给关羽吧。 我让他守边关,反正我们能打的,多了去了。 关羽在汉中沉渊之际,甚至都有将士临阵翻越山川。 来到前方跟他会合,就等着看他领着大军回家的情况。 关羽兵多将广。 兵力可胜,但是他犯了一个大错误。 就是无射战略,他把主力部队放在了某个关口。 要挟中原,可是他的侧意呢,又不是特别重视。 这就给了吕蒙一个机会。 吕蒙不仅偷袭成功,而且抓住了关羽的命门,水战。 水战方面哪里能比得过冬吾的精锐损失呢? 终于成功地把关羽给擒杀了。 所以孙子兵法虽然是几千年前的东西, 但是却依然是对我们企业家们有着重大的启示的。 大家要在公司经营的时候,时刻关注战略。 战略问题是公司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。 如果有战略上的失误,那就是在咨询死路。 所以这给我们最重要启示是, 成功地追求是如何立于不败之地。 我们今天的孙子兵法读书会就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,下次再见。